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美股其实是中错的 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道琼下跌了500多点 可是今天的台股表现却是开低走高 而且收在相对的高点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有没有想起美姐啊 一直以来就跟你怎么讲啊 跟你讲说你一定要赶紧去布局 你一定要赶紧去买股票 不用在那边担心 但是啊总是为了一些国际情绪的影响 然后是担心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过就是说 美姐在年初的时候 就都已经告诉大家 FED通膨跟FED的利率决策 其实呢该反应的在去年就都已经反应过了 而现在呢对于台股呢对于FED的利率决策 其实呢都会偏向比较顿化 而且呢我们看一下美股呢 其实昨天喔可以说蛮惨的 蛮惨的直接都杀尾盘 全部都杀尾盘 四大使都杀尾盘 但是呢我们台币却还在升 我们台币还在升值耶 那台币还在升值的情况之下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就是资金会流进来 会留在台股里面 会留在台股里面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使得昨天美股这样大动荡 其实我在这个礼拜的时候 就都已经跟大家讲说 比较关键的数据就是 礼拜四FED的利率决策会议 但是我是不是也都先跟大家讲说 FED的利率决策 不管它的结果是怎么样 对于台股的影响都已经是非常少了 而现在呢大家又在关心什么 大家又在关心明天 今天晚上要公布 美国三月份制造业PMI指数 制造业跟服务业的PMI指数在这边 所以大家又在想这个想这个 所以呢使得量能还是一样出不来 量能出不来就是盘整嘛 那我就跟大家讲就是盘整嘛 但是盘整的时候你要趁盘整的时候做什么事情 买股票 那我们稍微来解释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昨天美股为什么这样子跌 那为什么你台股不用害怕 是 这昨天开会的结果啊 就是FED它要升息益码 那其实升息益码 那是不是符合预期 这符合大部分市场预期 那所以呢 它等于也不是利空了嘛 大家都预期在里面 所以该反应的 该反应的都已经反应了 但是重点为什么它会杀尾盘 因为大家本来都在期待 期待呢 未来 期待未来呢 可能会降息 但是呢 鲍尔他却 会后提到就是说 考量近期银行业的问题 本来打算不升息 但是呢 出于打击通膨的初心 还是决一升息一马 那而且呢 重点在这一句 并且预计2023年不会降息 但市场都希望2023年可以降息 而他说出不会降息的字眼 所以使得呢 美股四大指数 因为他讲了这句话 直接崩跌下去 直接崩跌下去 但是我们做骨 我们操作是台骨吗 那我们操作台骨 昨天台子期夜盘也没有崩 也没有崩成怎样 也是小跌四十几点而已 那今天呢 开低走高 收在相对的 今天相对的高点 收在今天相对的高点 可是很可惜的是什么 就是量能没出来 但是 有一个很好的状况就是说 在这样子 我们如果解读 我昨天说的事情 把我昨天说的事情 是利空的话 是利空的话 那么今天台股居然 会创建年新高 是不是完全符合美姐 过去跟大家讲的 美姐从深深开鸿盘 就跟大家讲 只要这条年线 它能够站上且手稳的话 那么这一道 将会是成而有力的支撑 就算过去 金融 金融 金融一些欧美的银行 有倒闭风波 大家想说 会不会有金融风暴 也不过是压回回车到年线而已 还不到年线 所以它既然碰不到年线 谈又谈得上去 谈又谈得上去 而且今天呢 是过前高耶 今天它也是过前高耶 所以呢 现在这时间点 是你要做什么时候 你要做什么时间点 找马一点 找机会的时候 其实我这句话 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很久了啊 你看连桂满指数 中小型谷 中小型谷也是一样啊 而且中小型谷呢 桂满指数还相对 加成指数还要强势 虽然它没有过 我印的时候还没有过前高 但是你看它距离年线的位置 已经非常的远了 整体就是多方的架构啊 对不对 你如果说有小孩 小朋友的话 你问他 你问他说这样子的线行 这样的线行 后面是会怎么走 你看喔 高点可以过前高 低点呢 不过前低 这整个衍生上来是一个上升轨道 是一个上升轨道啊 那这边是怎样 区间嘛 那如果没有那些风暴的影响 没有欧美股 欧美金银行倒闭的风波 瑞士现代的问题 这一段我认为是多跌的啊 是多跌的 而且我在当时我跟大家讲说 那时候是什么 是机会 是机会怎么说呢 我跟大家讲喔 纵使前方藏有千万的黄金 你不迈开双脚前金也是无法获取的 从3月1号跟你讲到现在 我跟你说 前方有黄金喔 你要去捡 现在可能 现在大家可能前方有鸡蛋才会去捡吧 对不对 大家可能前方有鸡蛋你才会想要去捡 但是美姐在3月初的时候跟大家讲 你一定要趁鸭火的时候去找买点 然后呢 你看今天 创破烂新高 创破烂新高 那买也不是说乱买 你如果说都有看 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都有锁定我们节目的朋友 你就知道说该怎么买 2023 的趋势是什么 就是 电 电 电的问题 所以呢会衍生出除能的问题 然后呢就是AI 然后呢电动车 所以呢 你如果说 嗯 才刚看到美姐 才刚还不大认识美姐的朋友 你可以订阅美姐YouTube频道 其实你YouTube打开搜寻Q女王流量媒 或者是你扫描我这个QR Code 进去我们的频道之后呢 你按小铃铛 按订阅 然后开启小铃铛 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每日更新24小时随点随看 然后呢全球总金我都会分析给你听 标股分享操作策略心法 我都跟大家讲 如果你有扫描这个QR Code的话 如果你有订阅YouTube频道的话 我们不定时好康大方送 你也不会错过 对不对 所以说要布局什么股票 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在前头了 另外呢 除了前方有黄金 没有鸡蛋有黄金啊 看你要怎么选 我是不是也都跟大家讲说 不要等待钱会送他们来 而是要创造不断增长的机会 那是不是你看到今天 创今年新高之后 你才在感叹后悔说 当初的风暴的时候 我为什么不听梅姐的话 是不是可惜 那我们通常在Light里面 也都会有一些活动 那你订阅我们频道 锁定我们频道 你就不会漏失掉这些资讯 不会漏失掉这些资讯 你有问题想要 想要跟梅姐互动讨论的话 你可以扫描这个Light 你可以扫描这个Light 或者是搜寻Light的ID 小老鼠QQ208 我们每天早上9点以前 会有标古领先报 盘后分析 产业趋势的专访 还有我的影音解析 我会放在Light的主页里面 所以大家找好了吗 找好的朋友 请你跟梅姐 说个hello 传个贴图给我也可以 传个贴图给我也可以 然后你要自我介绍 我也很欢迎 我这个人最喜欢交朋友了 对啊 那有什么好的资讯 我们都会提供给大家 比方说你如果说是我的Light好友 你早上9点以前 你就可以收到像这样子的东西 比如说像3月16号 像这样的东西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 今年的产业趋势 就是AI 除能 电动车 当 你看这个开线 当它还在整理的时候 3月16号 上了礼拜四 当还在整理的时候 我就已经抛出来跟大家讲了 我的选顾原则 我不希望大家用追加的方式 我希望大家可以领先 那你如果也是想要领先布局的朋友 这档你猜出来 这档 还真难放 这档你猜出来是哪一档个股 XXX1 然后而且跟你说是AI概念标股 你如果不晓得的朋友呢 其实你可以填表单 或者是打电话进来给媒体专线 我们 会跟大家做分享的 这是细致材的供应商 跟AI相关的 基本面我都跟大家讲过了 然后这档是什么 6531的爱普王 我们跟大家讲 一段时间了吧 对不对 但是我们 你如果是我Lighter的好友的话 36号 你就已经知道 这档股票它持续要飙了 那我是不是 节目当中都跟大家讲 节目当中都跟大家讲 这一档 西式材的供应商 EPS10块钱以上 投现时运买超 然后呢 也直接开牌给你看啊 EPS10块钱以上 然后呢 3月20号大涨6% 到今天 还是沿着多方的轨道不变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如果是在3月16号开盘前知道 你当天你就 你当天你就现买现赚 这整个波段是你的 那你如果是美姐的更亲密的家人的话 你也许买在这边 那整个波段是不是更大段 所以操作股票其实 我之前都跟大家讲说 拿出勇气来 拿出勇气来 可是很多人呢就是 没有那个决心的勇气 因为市场上总是有这么多 消息在吓你 那当涨上来的时候 媒体才在那边 我们不要说媒体 我们自己也是媒体 就是很多人啊 很多人才在开始在那边讲那些股票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今天盘面上很多人在讲 这一档股票 但是媒体是不是早就跟大家讲了 3月17号礼拜五 我们的标股领先报 只是LINE里面都有 所以LINE是不是要加 LINE是不是要加 小老组QQ208 这个LINE的ID 你一定要加 你才有这标股领先报啊 这档XXX0的半导体设备标股 你应该知道是哪一档 你如果看我节目 有订阅YouTube频道 你就知道是哪一档 就是这一档啊 3680的加登 那今天很多人在讲啊 3680的加登 可是当你在 当你在盘中 听到人家在讲 你才去追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你已经落后 我们很多了 3680的时候再涨 再继续涨 然后呢 我们是领先布局的加登 如果你是我更亲密的好友的话 目前股下在创破刃新高 那今天呢 今天为什么大家一直讲他 因为他今天创挂牌新高 那我想要请教大家 创挂牌新高你敢去追 因为你听很多人在讲 你敢去追 那为什么 在滴滴的时候 我标股领先报 就已经跟你分享了 你会犹豫犹豫 对不对 这好股票一档一档 都这样流 从手中流失了耶 今天创挂牌新高 你如果在挂牌新高的位置去买 你今天 你可能不是像我这样开心呢 今天加登 创挂牌新高 所以呢 盘面上大家一直在讨论 一直在讨论 但是我是不是早早就跟大家讲 而且每天持续的跟大家分享 这就是我的原则啊 你操作 你没有领先别人布局 你如果没有领先别人 你绝对赚不到钱 你如果 都是用事后追价的方式 你很容易去吃亏 所以唯有领先布局 才能够抢得先机 这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 然后另外呢 你如果说有参与我们过去 Light活动的话 这一档今天大家也都在讲 可是我们呢 3月20号的时候标股领先报 就已经放上去了 那时候的格局是走这个样子 MCU概念标股 你在对照图 MCU概念标股就是那几档嘛 尾数19是哪一档 我知道你猜出来了 我知道你猜出来了 这是哪一档 就是4919的新唐嘛 车用微控制器制造商啊 为什么我要推 在现行长这样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分享了 2022年EPS10块钱以上 首次全年赚超过一个股本 可是那股价没有动耶 那股价没有动耶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是不是领先布局好机会 如果是我 我绝对不会错过的 然后今天是发生什么事 这两个字 大涨6% 大涨6% 我们可以先头看一下 我在这边的时候跟大家讲喔 在这边的时候跟大家讲喔 那今天直接喷上去 所以操作股票 并不是说没有方法 只是你会用不会用 你如果会用的话 党党股票都可以是个标股 党党股票都是可以 让你可以赚钱的方式 只是问题是说 你知道在哪边买 你知道在哪边出 你要知道这两个原则 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 你现在今天看到 新唐大涨家登大创挂牌新高 你会想到 梅姐常常就在讲这句话 千金就是要买早知道 如果你早知道 千金就是要买早知道 如果你早知道 家登会冲刮牌新高 如果你早知道 新唐金额会大涨6% 如果你完全你都跟着梅姐的脚步 你都早知道的话 你是不是做股票做得很开心很easy 你如果在过去大家吓呼你的时候 说通膨怎样的时候 通膨我确定啊 我知道有通膨的问题啊 但是他在去年已经反应 应该反应都反应过 今年就是遁话 他会对他遁话 通膨依旧 但是呢反应会遁话 不会像过去那么明显 所以在这时间点 在大家还是恐慌恐惧的时候 你要贪婪 你要懂得抓紧机会 进场去布局 这是我想要在最后 告诉大家一个提醒 所以呢 还是希望你可以加入 Relighter你有什么问题 从Relighter加入之后 跟梅姐打声招呼 很多东西呢 很多活动啊 优惠啊 什么的 我们都会在Lighter上面 跟大家做提示 但是很抱歉 今天没有什么优惠 今天没什么优惠 活动也差不多到这边 但是呢 这边我认为 还是一个很需要布局的时候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播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更多的磐石解析 持续来请教梅姐 其实老实说啊 讲的这么久 其实也不过就几个字 但是股市有这么困难吗 就不过就是指几个字而已啊 千金就是要买早知道 你如果想要早知道的话 你就不会错过这么多的行情了 对不对 你就不会错过这么多行情啊 像比如说乙顶嘛 我相信我跟大家分享了一阵子了 528组的乙顶 对不对 那3月17号就有跟大家分享啊 然后呢 直接涨5% 然后呢 22号 还在涨 今天再创波润新高 我是第一天跟大家讲乙顶了吗 对不对 早就跟大家分享啊 如果你是我的家族成员的话 你是不是掌握一大波了 是不是 所以 你如果 你如果 能够买早知道 我跟你讲 我如果能够买早知道 我万斤我都愿意付出 因为我可以掌握的更多 对不对 那你想要掌握更多吗 我在 上个 这个礼拜了 这个礼拜四呢嘛 好 我是跟大家说 现在领先布局4月 4月启动的标股 那昨天哪一档个股 率先标了 领先布局4月要启动的标股 因为现在已经3 今天3月23号 我记得我好像3月20号还是21号 跟大家讲 你要开始领先布局 那我跟大家讲 3月16号上礼拜啊 我跟大家讲这档个股啊 4月份要启动啊 连接器的制造商 基本面全部都跟大家讲 现在呢正值大家在公告他 配多少席的时候 那我先拿来给大家比较 我说他EPS有6.8块 那可能要配5块多 殖利率5%多 你跟台积电比 你跟茂莲比 你跟南亚科比 全部都打圈圈 都打圈圈 打圈圈的意思就是 都胜于台积电 茂莲莲 南亚科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说是选 殖利率的话 当然 我比较没有 这倾向就是说殖利率 我比较 倾向于资本利得 那你要赚就赚资本利得嘛 然后 而且这会是私服器升级 但是用高速传出的需求 DDR5 业务将会有显著的进展 而且呢 投信 二月份 二月份起 一直在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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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股票为什么不会涨 你觉得投信都是阿呆吗 对不对 然后你看 优群EPS 优群EPS 是不是6.8 是不是我跟大家讲的一样 EPS 6.8 连接器制造商优群 我想我可能是全市场的 你先跟大家讲了吧 优群基本面都跟大家讲阿 昨天就开牌阿 那我真的压抑不住阿 昨天也是直接 送给有刘嘉一的朋友 直接就涨停 今天呢 再创破烂新高 是不是很强 对不对 所以千金就是要买早知道 四月标股还有谁 四月标股还有谁 这一档 XXX5 我以后再 有机会再开牌给大家看 IC设计的服务商 那 二月份的营收 创立年同期新高 我认为啦 第一季营收会 优于去年第四季 就是成长的迹象 所以四月份的标股 你准备好了没 梅姐我都准备好了 全面跟上就对了 好吧 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播 好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与所推荐之分析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最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 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